自努尔哈赤正式起兵并建立后金政权开始 就非常重视与蒙古部落的联合并且双方相互取驾 通过政治联姻逐步建立起密切的同盟关系 这其中漠南蒙古的科尔庆部落与后金 以及之后的大清王朝的关系最为紧密 在奥巴担任科尔庆部落首领期间 科尔庆部就全面倒了 想支持后金 双方的联姻也愈发频繁 特别是在皇太级与顺治朝时期 满猛联姻达到了巅峰并且整个清朝历史上 全部四位或被正式册封或被追封的皇后也全部出 自这一时期 哲哲是蒙古科尔庆贝勒芒古斯的女儿 于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嫁给了皇太级 在此之前皇太级已经有过两位正式伏进 一位是他的结发妻子开国武大臣 之一的俄一度的女儿纽护路士 而另一位则是皇太级长子豪格的生母乌拉那拉士 后经天命八年1623年 努尔哈治勒令乌拉那拉士与皇太级离婚 哲哲也就此被扶正 后经天命十一年1626年 努尔哈治去世皇太级继承捍卫 哲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后经大福晋 开始主政后宫 清崇德元年1636年 皇太级改元成帝 改国号为大清哲哲也被皇太级册封为中宫皇后 位列武功后妃之首正是母仪天下 由于在此之前后经政权的后宫之主均被称为 大福晋或者大妃 皇后这一称呼是在皇太级称立按照汉族政权传 同仿照而来的 因而哲哲也就成为了整个大清王朝历史上 第一位被正式册封的皇后 崇德八年1643年 皇太级去世顺治皇帝登基 由于当时尚未正式启用皇太后的称号 这一时期的哲哲被尊为顾伦俄真福晋 顺治六年1649年 哲哲并是顺治皇帝上誓号为孝端文皇后 并将其葬于皇太级的清朝凌终 哲哲一生虽未待遇皇子只生下的三位女儿 可她温柔端庄和蔼平易 将皇太级的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 堪称一代贤后就连皇太级都对其敬重有加 而她的三个女儿也先后远嫁蒙古 威满蒙关系的本定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一说到不慕不太后或许有人会对这个名字感觉陌生 但是一提到孝庄太后却是人尽皆知 而不慕不太正是孝庄太后的本名 孝庄是哲哲的亲侄虐后经天命十年 以前六百二十五年 由于哲哲怀孕在皇太级以及哲哲的安排下 孝庄嫁给了皇太级成为了奇策福晋 青崇德元年1636年在皇太级改元称帝 正是册封的武功后妃中 孝庄被封为永福功装飞 排在最后一位之后的崇德三年 1638年 孝庄为皇太级生下了第九子弗林 崇德八年 1643年 皇太级去世就在肃亲王豪葛 与瑞亲王 多尔管为了争夺皇位而僵持不下的时候 正亲王继尔哈朗首唱由弗林继承皇位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就这样不满六岁的弗林登上了皇位 这便是历史上的顺治皇帝 而孝庄也凭借母依子贵成为了皇太后 虽然在孝庄等人的帮助下 顺治皇帝安然度过了短滚专政时期 可母子两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巨大隔阂 因而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 也始终有些不相和谐 特别是在历后的问题上 孝庄与顺治两人挤进反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顺治皇帝去世在孝庄的旨 池下 崩满八岁的顺治第三子玄业继位 这便是历史上的康 习皇帝 相比于顺治孝庄与康熙的关系 则要亲密许多 并且孝庄在康熙朝前中期发挥了 令海神针般的作用 面对敖拜的专政孝庄 立主让康熙与首富大臣 索尼的孙女赫舍离世结婚 从而为之后的至秦敖拜 收归权力奠定了重要机 楚 在三分之乱期间 又是他凭借自己的威望 争吊了一支 由八旗贵族家奴所组成的起兵 打败了蒙古查哈尔部的叛军 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危局 康熙26年 1688年 孝庄并是嗜好为孝庄文皇后 而他也凭借着辅佐两代帝王 所取得的功业 被誉为清初最为杰出的女政治家 蒙古清哲立刻图亲王 吴克善之女同时也是孝庄太 后的亲侄女 与顺治皇帝是表兄妹的关系 蒙古清与顺治皇帝的婚事 是多尔滚安排 并让自己的哥哥英亲王阿继格 亲自前往克尔庆完成订婚的 当然这其中 孝庄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毕竟只是一个能够保持病 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机会 他自然会全力支持 可是多尔滚专政给顺治皇帝 造成了巨大的新 李阴影 一直于在多尔滚去世后 他对与多尔滚有关的所有事 情君采取了一票否决的态度 这其中也就包括了 他与蒙古清的婚事 虽然在孝庄太后的极力坚持下 顺治皇帝最终还是与蒙古清顺利完婚 但是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再加上顺治皇帝一直认为 这桩婚事为多尔滚安排 这也就为二人后来的感情破裂 埋下了伏笔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想顺治皇帝 对于蒙古清的厌恶 也是和蒙古清自身有着很大的关联 一方面蒙古清生活奢迷铺张浪费严重 这一点让一向简朴的顺治皇帝非常不悦 就连孝庄有时候也非常看不惯 另一方面就是蒙古清的人品有着很大的问题 不仅极度心极重其心胸还极为狭隘 这也让顺治皇帝对其长期敬而远之 最终在顺治十年 11653年的时候顺治皇帝正式将 指皇后蒙古清将为敬妃改居策宫 而她也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废除的皇后 之后的史料便对其显有记载 在顺治皇帝废除了蒙古清的皇后之位后 孝庄并没有放弃从科尔沁 部落为顺治挑选皇后的念头 于是在她的安排下梦 古清的侄女 也就是孝庄的侄孙女博尔纪吉特氏正式入宫 并在顺治十一年 1654年被册封为皇后 由于此时顺治皇帝与孝庄太后的关系已经非常紧 张 双方经常会爆发非常激烈的争吵 对于这桩政治联姻 顺治采取了非常抵触的态度 再加上不久之后 董厄妃入宫顺治皇帝开始读种厄妃 对于博尔纪吉特氏是愈发的疏远 以至于直到顺治十八年 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 博尔纪吉特氏也没有诞下一儿半女 虽然博尔纪吉特氏不受顺治皇帝宠爱 但是继任的康熙皇帝却给予了其极大的尊重 特别是在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当皇后同家世 以及祖母孝庄太后去世后 她对于自己的这位嫡母是更加的孝顺 不仅专门为其修建了宁寿宫 拥以安享晚年 逢年过节也必然会亲自请安道贺 甚至还多次带着其 离京出巡 康熙56年 1717年 陪伴了康熙57年的博尔纪吉特氏去世 这也令康熙皇帝伤心不已 而康熙皇帝除了以极高的礼仪 将其与顺治皇帝合葬 外还按照规制将其的领位排在了 自己的生母孝康当皇后同家世之前 已是自己的尊崇 以上四位就是在清朝时期 被正式册封火被追封的 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落的皇后 当然还有一位非常的特殊 她就是孝端文皇后哲哲的 亲侄女 同时也是孝庄亲姐姐的海兰朱 她是皇太极最为宠爱的后妃 而在其去世后 皇太极为海兰朱上世号为 敏慧恭和元妃 元妃极为元配的意思 由此可见 皇太极虽微正式将其册封 或追封为皇后 但在她的心里 海兰朱的位置 已经等同于皇后了 亲自我能用家的心里 快和元妃极为仅调 妃极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